嗨大家好 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莱蒂 之前的影片我们聊过了 取得万豪白金卡的捷径 但是有观众朋友私讯给我说 现在台湾的万豪高卡多得不得了 白金多如狗 他已经满地走 我是转速不是骂人 他觉得酒店套房的数量是固定的 在深多周少的情况之下 即使挑战了白金卡成功 未来升等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他就问布莱蒂一个问题 如果2022年之后 很幸运的因为COVID-19的疫苗 施打的顺利 国际旅游慢慢的恢复常态 那我会怎么做呢 熟悉布莱蒂的朋友们 应该早就猜到答案了吧 没错 希尔顿啊 周记啊 旺豪啊 与我如浮云 Hi-Ed才是我唯一的真爱 刚好Hi-Ed最近有活动 可以用西乎是史上最简单的标准 拿到大家都想要的顶级会员 GOBOLIS环球课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台湾居民到底适不适合拿Hi-Ed GOBOLIS 如果要拿 在不能出国的情况之下 最低成本的入走方式又是什么 别忘了 如果想要得到第一手的实战教学攻略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按下小铃铛 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 Hi-Ed在台湾只有一家台北军乐酒店 拿环球课真的值得吗 布莱蒂就先来分析这次拿环球课的优缺点 第一个优点是它的汇集效期给的非常的长 一直维持到2023年的2月底 与其他酒店的汇集挑战只给到2022年的Q1相比 Hi-Ed在这真的是非常的慷慨大方 目前台湾的集管局也是预期国际旅游会在2021年的第四季慢慢的恢复 Hi-Ed的环球课你可以信用在台湾啊 然后慢慢的去布局2021年年底2022甚至是2023年农历年的出国行程 你可能会问 但是农历新年都是一大家子出门耶 只有我是环球课 真不好意思 这里就要说环球课的第二个优点 Gast of Honor 尊荣宾客 它的原理是只要你是环球课的会员 你用点数以Gast of Honor这个方式来帮家人朋友订房 他们也会享受环球课的所有福利 真的是非常非常符合台湾人的旅游形态 超有面子的啦 但是看官网的规定 环球课需要每年住60个晚上 到底是谁会去住台北军的两个月啦 把握这次拿环球课的第三个优点 无论你是或不是新账户 只要在2021年的1月1号到2月28号这段期间里面 完成15个晚上的住宿 就能拿到环球课了 原理呢是Hiat在2021年一方面降低了达成会员的标准 50个百分点 原本环球课要住60个晚上 2021年只要30个晚上就可以拿到了 Hiat又宣布2020年第四季的促销 双倍房晚延长到明年的2月底 换句话说 在这段期间里面住一晚等于住两晚 住15个晚上 环球课就是你的啦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留意 上面布莱迪提到的2月28号之前完成15晚的住宿 如果你是2月28号入住3月1号才退房 因为住宿是在3月1号才完成 因此不会取得双倍的房晚哦 建议大家要尽量提早完成 讲了那么多的优点 当然要来点平衡的报道啊 Hiat它过去最令人诟病的是 酒店的数量比较少一点 截至2020年全球大概有950家的酒店 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跟希尔顿6200家 旺豪跟喜达乌合并了之后 达到6900家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啊 酒店数量少对我们的影响是 想去的地方可能就没有Hiat的酒店 像清景泽就没有啊 然后有些旅游的热点 可能只有一个品牌 还是很贵的品牌 像是马拉蒂夫跟米兰都只有Pak Hiat 如果你刚好带的小朋友 或是预算是比较局限一点 那就会很伤脑筋了 即使Hiat它这几年 非常专注在全球的扩张 但是在饭店的数量上 大约还是只有其他集团的20%到25%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 会一直反复去的旅游地点 刚好没有Hiat properties 那你就要好好的考虑咯 第二个缺点是 Hiat在房价上面 总是稍微贵了一点 大家可能要想一下 平常出去玩 是不是愿意花这么多的钱 去住Hiat的酒店 不然也很辛苦的 住了15个晚上 拿到环球课 但是后面又舍不得住Hiat properties 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Toraide是觉得 酒店少 价格高 这些都可以接受 但是这次活动 第三个 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 和竞争对手提供了 90天的试用会集对比 你要杂杂实实的住晚这15天 才能拿到环球课 这其实是可以破解的 Toraide会在下一部影片里面 和大家详细的报告 就以上这些优缺点 如果你的旅游形态 是以国内旅游为主 在住宿上面比较节省一些 或是你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没有Hiat的酒店 那Hiat的环球课会员 真的不适合你 请千万千万不要轻易上车哦 但是如果你平常是以出国为主 又觉得出国的时候 对自己好一点又何妨 不然就觉得 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不能出国的情况下 最低成本的入手方式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清点一下 台湾有哪一些酒店 可以去取得Hiat的汇集访网吧 从官网这边我们可以查到 一共有台北军越酒店 台北宜亨酒店 跟陆港永乐酒店这三家 布莱蒂这边要提醒新手朋友们要注意 只有经由Hiat的官网 或是APP预定 才能够算在这15碗里面哦 经由旅行社 买住宿券 或是经由第三方网站 像是Agoda Xpedia 订房 通通都不算 务必小心 千万不要贪便宜 而因小失当 至于订哪一家的总成本 最便宜呢 每个人在情境上面 其实很不一样 布莱蒂这边 已经帮大家分析好了 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不住在台北市 或是很不喜欢 每天在家里 与饭店之间 奔波跋涉 连续15碗 给它订下去就对了 台北军越15个晚上的总成本 大约是 73600元新台币 因为你入住嘛 你可以取得一些点数 这点数的价值 大约是5000元新台币 因此你住台北军越 15个晚上的成本 我们把它扣掉 就是68600元新台币 布莱蒂这边 已经帮大家 一天一天查好 整个一二月 从哪一些日期 开始住15个晚上 最便宜 如果你觉得影片里面 布莱蒂讲的太快 也可以收藏我的文章 慢慢阅读哦 一亨酒店呢 连续订15个晚上 都会比台北军越来的贵 所以布莱蒂其实就没有那么去建议 但是这对于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住在台北市 甚至你就住在信义区 一亨酒店倒是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连续订15个晚上的台北军越 每一天的平均税前房价是 4250元新台币嘛 一亨酒店在一二月 其实还有很多的日期 依然有税前3600元新台币的房价 布莱蒂这边已经帮大家 整理好了价格日历 定15个晚上的总成本 大概是62400元 那你可以拿到点数的价值呢 大概是落在4200元左右 因此分开定15个晚上 一亨酒店的成本 当然是比较便宜的 实质成本就是在58000元左右 这个价格跟旺好的白金挑战 希尔顿的钻石挑战比起来 成本当然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HIA的汇集会延续到2023年的2月底 看旺豪白挑 希尔顿赚挑 比起来足足多了一整年的时间可以享用 如果HIA的环球课会员 可以去benefit到你2022年2023年的行程 布莱蒂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如果你听完上面的分析觉得很心动 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觉得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下一部影片里面 布莱蒂会手把手带大家 从注册账户开始 一步一步迈向 拿到HIA环球课的终点 还会分享比上面所讨论的 更划算的定房秘诀 请大家一定要订阅频道 并且按下小铃铛 才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 让布莱蒂知道 我会尽快回答的 那我们下次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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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